大家好,欢迎来到心血管疾病预防和康复项目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设定目标和行动计划 在本节课结束之前,您将了解如何制定愿景、目标和行动计划 我们也会介绍一些可以帮助您制定计划的工具 在此之前,我们想向您介绍什么是心脏康复项目 心脏康复项目其实在西方国家很常见 而中国大陆地区却是在近几年才刚刚开始推出的新理念 心脏康复项目顾名思义就是在您患有心血管疾病后 尤其是做过心脏相关手术后 为您提供的一个关于心脏康复的服务 它将为您提供一些心脏疾病相关知识 帮助您积极并且是安全地做一些康复训练和运动 养成一个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 同时照顾您的情绪健康 它的目的是降低再次发作心脏病的风险 简单的来说,它可以帮助您促进身心健康 并且改善生活质量 我们在加拿大的研究团队之前有做过研究 它对比了参与者是如何从心脏康复项目中受益的 他们将项目的参与者与未参与者进行了比较 而结果表明与未参与者相比 参与者,我们在这里是指参与了67%以上课程的患者 他们的就诊次数更少了 复发性心脏病可能性也更少 且死亡率也更低 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共同努力 对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做出一些小改变 促进更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研究告诉我们,改变您生活的最好方法 是学习如何设定目标和制定行动计划 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改变呢? 其实,这只需要简单的三个步骤 首先,您需要明确您的愿景 也就是您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美好的愿望 选择一个小目标 最后,制定每周的行动计划 来实现您的目标和愿望 比方说,您可能正在做一些康复运动 那您就可以通过制定每周的行动计划 来实现您的运动目标 在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的工作人员应该已经向您提供了 9本心脏学院的小册子 其中,图片上的这一本 就是专门介绍如何为了心脏健康 设定目标和行动计划的 如果您想尝试把行动计划完整地写下来 您可以参照小册子中的行动计划表 在白纸上制定您的计划 或者,您也可以向工作人员 要一些纸质的行动计划制定表 来帮助您制定您的计划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您需要创造一个愿景 它可以给我们目标和方向感 您可以花点时间来思考一下 自己对明年、后年、接下去的五年的美好愿望 您那时候在做什么? 是否变得更健康了? 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是否也变得更健康了? 是什么原因让您和他们都变得更健康了呢? 接下来我们来仔细地想一想 您为什么要培养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为什么每周要锻炼五天? 为什么要选择一些营养的食品? 为什么每天要按时服药?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花点时间 用笔把美好的生活愿望描绘出来 这对明确您的愿景是非常有帮助的 接下来就是您的目标 也就是为了实现您的愿望 您需要做什么 如果您能做到以下这几点 那就更有可能实现您的目标 首先,您要相信这个目标是很重要的 其次,您要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最后,您要做好开始行动的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要从小的一些改变开始 最后一步是制定每周的行动计划 这需要您把自己的目标分成几个小的步骤 行动计划通常是非常具体的 它包括了您这周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要做多长时间,以及多久去做一次 在制定计划时,您要确保这个小变化对您来说很重要 您准备好了做出改变 您有信心可以做到 在这里,我给您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您在这周将会做阻力运动 也就是我们说的力量训练 在周二和周五晚上七点钟做 在家里做 做一套适合您的训练 一共每周做两次 那您对完成这个计划的信心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您打了七分 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的例子 如果您准备好了 就请在纸上写下您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吧 如果是和运动相关的行动计划 您也可以在运动日记中 我的行动计划部分做出一个记录 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也会详细地为您介绍 如何使用运动日记的其他部分 接下来在尝试执行行动计划后 重要的是要从自己尝试改变的过程中 获取经验 尤其是碰到困难 是计划无法顺利进行的时候 请您回答以下的问题 这周的行动计划进行的顺利吗 有没有什么是没有按照计划进行的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阻碍 您也可以借助心脏学院小册子中 名为我的反思的这一张表格 来回答上面几个问题 您可以暂停这个视频来阅读幻灯片中的例子 在幻灯片的下方 也有一些步骤 可以解决您行动计划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您遇到问题 我们将会为您提供帮助和建议 如果您还想要了解一些 更详细的内容 可以登录我们的心脏学院官网 并阅读我们提供给您 关于设定目标与行动计划的 这一本小册子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 您在这一节课学到的知识吧 把您认为重要的新的知识点写下来 这将帮助您记录所学的内容 另外您也可以把有疑问的地方写下来 与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络 回顾今天的内容 您学习了如何制定愿景 目标和行动计划 我们也为您介绍了一些 可以帮助您制定计划的表格和工具 如果您有时间 也可以提前阅读我们下一节课 将学习的内容 安全运动 感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